Hello 大家好 我是博以 這堂課跟大家介紹 如何架設Zone跟Github整個結合 那由於最近Zone其實基本上又改了一些版本 那它其實改了這個版本之後 它的一些environment的參數其實又變動了 所以特製錄了這份教學 來教大家如何快速的架設Zone 搭配Github做CICD的整個流程 好 那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一個Dark Composer YAML檔案 那其實有架設Github或是搭配做的 其實非常簡單 就幾個參數需要設定 那詳細的設定其實可以直接到 Dark,Zone,Io,Server,Provider,Github這邊 其實步驟相當簡單 那待會我會教大家一步一步去做教學 好 那首先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Dark Composer YAML檔案 其實很簡單就是我們需要一個Server 加上一個Dark的Runner 那由於它現在的Runner版本有非常多種 有Dark版本的有Kubernetes版本 那我們今天是用最基本的Dark的版本 那其實跟以前比較不一樣的 以前是Jone-Agent 那現在就是Jone-Runner-Darker 然後你滿好用1.0的最新版本 那Server也是 那這邊Server跟Runner有哪些變化呢 其實Server沒有比較大的變化 就是你需要設定叫Server Horser 跟Server的Protocol 還有它的RPC的Secret 然後接下來Github的Server呢 你就是預設是HTBS 號號 那假設你是用Github的Enterprise版 那假設你是用Github的Enterprise版 其實基本上就從這邊去換你的設定檔就可以了 然後再來是Github的ClientID 跟Github的Client Secret 這邊就待會我們會叫大家去申請 那Jone-Runner其實跟之前的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那就是說它的Embment改成Jone-RPC的Horser 那Jone-RPC的Hor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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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基本上呢 如果你是叫在同一台的話 Jone-RPC的Horser 你就必須設定為Jone-Server 因為它這樣就可以直接看到了 那假設你的Server跟Runner是不同台的話 基本上你這邊就是 打一下你的Server的Horser name就可以了 那Protocol的話 基本上你是跑HTBS來 跑HTV都可以 那Jone-RPC的話 你就必須設定跟Server是一模一樣的 然後Compacity就是另外三 就同時可以跑上Jone-RPC 好 那現在我們來跟大家 就是去申請一下 Github的ClientID和Github的ClientSecret 那我們首先看一下這邊的右上角呢 我們可以直接按一下 應該說我們先來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先來找一個對外的Horser name 那首先呢我們可以用ngrock 這個免費的服務呢 其實可以從LOGO端直接打開一個HTPS的接口 那我們預設是 我們在LOGO端段 把這種設定在808E好了 那這時候呢 它就會其實就可以 它就幫你自動產生一個Horser name 那這是免費的服務 那我們可以直接用這個來當作範例 然後把這個複製下來之後呢 那我們看一下 我們去Github裡面申請 申請方式很簡單 就進去Setting 然後Settings裡面呢 你看到左邊有個叫做Developed Settings 那點下去之後呢 我們看一下AuthApps 這時候我們去新這個newAuthApps 好 那我們今天是做Demo 好 那我們這邊 Auth的Callback呢 我們基本上就是 剛剛申請的DomainName 基本上後面加上setsuylogin 就是它的CallbackUI 那我們來註冊一下 那這邊 填一下我們newAuth 好 申請完成之後呢 它就給你把 給你把ClientID 跟給你把ClientSecrets 那我們就把它貼到我們要的地方 好 那我們把這個貼過來 我們在這邊 那首先呢 我們看一下 這是我剛才介紹的YAML端 那你必須要在你的這個 這個目錄底下呢 的新增一個叫做.emb的file 那我們這邊呢 其實就是把一些換取變數 給全部設定在這邊 比如說我們的GithubClientID 我們把它貼過來 然後ClientSecret呢 我們也把它貼過來 好 貼過來之後呢 接下來呢 中的ServerHorse呢 就是我們剛才的UI 我們把這個貼過來 好 貼過來這邊 然後呢 基本上它預設是跑HTBS 那沒問題 那中的RP Secret 就是你自己去設定的 那你要設定什麼數字都可以 那接下來呢 我們我們所謂的ZoneRPC Host呢 基本上如果人家統一台的話 就是那個Dark Compose的container name 那就是ZoneDash Server 那基本上它內部連的話 基本上會走HTBP 不會走HTBP 除非你是Zone的Server 跟Runner是Run在不同台 好 那這邊設定完整之後呢 基本上就可以開啟這個整個服務 好我們存檔之後呢 我們透過下面的Dark Compose 然後DashF 然後up 好 那我們產生之後呢 我們看一下這邊的log檔 那你會看到說 在它下面呢 在Zone的Runner那邊 這邊有一個叫做 連線成功 它可以PIN到Remote Server 然後接下來呢 它會Pulling這個Remote Server 然後接下來就可以去跑整個Job 好 這時候我們要怎麼去驗證呢 很簡單 我們去開一個 我們把這個後台打開 好 我們把這個複製下來 然後呢 其實基本上 它會跟你講 喔 你要需要去做一些認證 原因是 它跟你的Github去做 做直接整的 所以你要去看一下你的全新要設定哪些 那我們按一下 AuthersApple Boy之後呢 其實它就會導到 做我們真正的後台的首頁 那導到後台首頁之後 第一件事情它會做Sync這個動作 由於是它Gave整個是新的 所以它基本上會剛才只會做一些Sync動作 做完Sync動作 然後其實就是最後的步驟很簡單 你要去Enable一個Project 然後把你的Diamle檔案給放進去 其實基本上就可以了 那這邊Sync動作會取決於你的整個MIGIA的Profil 裡面的所有的大小之類的 好 好 好 這邊我們信號了 我們就直接找一個按E HEL 好 我們就可以選這個 GoTraining行的握輪 那我們就 我們去把它啟動 那啟動完成之後 基本上啟動成功 基本上你就可以看到這個後台的頁面 那剛開始我們就不需要做哪些設定 只要去改一下你需要修正的 你需要修正的 那個打中的YAML檔案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這邊呢 我們直接進到 我們把這個複製下來 好 那我們直接到這個hosting這邊試來看 好 我們到這邊之後呢 我們其他點檔我們去改一下打中的YAML檔案 然後我們看一下這個後台介面會不會直接跑下來 那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直接改一下這個default法 好 我們在這邊呢 我們把這個拿掉好了 這個拿掉之後呢 基本上我們就直接卡密 那理論上這個卡密之後呢 它其實像作用的CI 它就直接跑起來 你看到 欸這裡有個橘色的 黃色的暗 那它其實就是這台跑了 OK 那它還在這跑完了 那 這邊 back game 我們就去整個 喔 它整個佈起來就OK了 那其實呢 基本上這個是創完 接下來的日子 可以去啟動一下 你全部所有的report 那這就是最簡單的 假設你 你想要去跟你的 團隊去介紹這個 Kithub整個重心 的話 其實這不用五分鐘就可以整個架設完成了 那我覺得非常非常簡單 那假設一些 如果一些參數需要去參考的話 其實就可以 看一下 DUX.io這個文件 那其實文件就跟我講的內容 其實沒什麼兩樣的 那其實設定方式非常簡單 那希望這支影片大家會喜歡 如果大家去對於重這一塊 想去測試或實驗 在公司內部的話 我覺得相當推薦 可以搭配Kithub 搭配Kithub 搭配Kithub 都可以 可以 可以